讲讲中海油 因为资源股都有一轮都强势 看到油价近日都不错 中海油刚刚发了个公告 就说回到上交所上市 建议发行26亿人民币股份 占拡大后股本5.5% 其实你觉得这个回A的消息 加上近日油价的走势都比较好 你觉得可不可以开始 尝试追入中海油? 首先讲到油价方面 油价方面其实我都看好的 最主要因为较早前在八月中探底之后 现在纽约旗油大致上 做一些类近是头肩底型 升穿颈线的一些讯号 其实短线先去看7月份的都位 大概75、76座油价 夜74未到的 起码都看多2元 就是说有up sign 但是883座是一种捕捉油价的工具来说 过去半年 甚至乎一年 其实都表现出是不理想的 我觉得那个原因是非常之结构性 就不是这么巧 不是藏彩 而是因为有个美国的禁头令 令到其实只有中资是可以买入 外资是不能够买入 其实变成了中石油跑赢中海油 是一个结构性的分别 至于你说炒回A 中移动有它的回A计划 甚至乎883有它的回A计划 但是情况是在于 首先时间表不是具体 以及定价方面 暂时不合计 我自己的看法 一切这些所谓的回A的憧憬 都要配合市场的气氛 当然现在市场的气氛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 半信半疑而已 所以我又不觉得特别需要 因为以上两个原因 去对中海油有什么憧憬 不过也补充一句 图表的格局 中海油下方似乎是横行站住 大概7.7 但是上方8.4是很大的阻力 这个8.4是五六月相顶的颈线 亦都是八九月相底的颈线 简单说过去半年都是用8.4来做一个很强的偶红分界 所以现时除非它明确升穿8.4 9.7就算这么多消息也好 其实也只是一个低位横行 我们说中海油有投资者问 不如先回答他 这个是May Charles 他说8.2有货 听Steven你刚才的分析 你觉得8.4的阻力很大 其实你怎样建议他的部署呢? 他就问你有没有在上的 其实是 先看8.4 没有人说一定不可以升穿 不过都会告诉你 既然过去半年曾经大的支持 又是他 曾经大的阻力 都是他一个这么重要的关口位置 我们必须要正视 不可以觉得 说升就升 所以先看8.4 如果确认以修事计 能够站穿8.4楼上的话 你可以去憧憬好像5月那样 6月那样 站穿8.4有机会去到9.2 8毫升 首先看8.4有没有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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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